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马来西亚最常见的保险 第一 人寿保险 就是为了你提供死亡 完全或者是永久残障的保障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意外的事故 或者是遇上自然灾害 又或者是各种威胁着我们生命的情况 人寿保险的用意就是在不幸的事情降临在我们身上后 提供保险人和被保人的家人经济上的损失 人寿保险可以为你解决养老 医疗 意外事故等各种类型的风险的保障 因此 许多了解人寿保险好处的年轻人 都为自己寻找一份适合的人寿保险 以为自己的老年做准备 每家保险公司提供不同类型人寿保险配套 你可依据本身的消费能力 购买适合的人寿保险 第二 医疗保险 就是为你分担医疗费用的保障 在马来西亚 我们有政府和私人医院 如果病人在政府医院就医 医疗费用会比私人医院便宜许多 尽管政府医院的医疗费用比较低 但是许多人还是比较喜欢到私人医院就医 这是因为私人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病人比例极好 等待时间较短 更好的设备等 因此私人医院的医疗费也相对于比较高 假设今天你拥有医疗保险 当你入住私人医院的时候 你无需先缴付现金 你只需凭着医疗卡入院 带你出院 你的保险公司会为你承担费用 但是如果费用超出 你只需支付超出的费用 第三 房屋保险 就是指屋主为自己的房子购买保险 这是一个基本的保险 就像我们的车险一样 主要是为了保障屋主在屋子发生意想不到的意外 或者是火灾等 可以向保险公司理赔来降低事故发生后的财产损失 在你购买你的房屋保险前 记得一定要看房屋保险配套的附带范围 因为一般上的保险范围只含房屋的建筑结构 并不包括房内的财产 因此如果你也想要为房内的财产投保 可以询问你的保险公司提供一些附加保险的选项 希望通过今天的视频你了解了不同类型的保险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保险360系列 记得按赞以及分享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开启你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新影片的通知 我们下次见